主料,蛋白三个,绿茶粉五克,全蛋一个,蛋黄三个,滴粉四十五克,主料,加糖五十克,食盐一克,白醋,色拉油五十克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三十分钟到一小时,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全蛋,蛋黄,又一起用打蛋器打匀,需要打质油蛋酵溶,两种粉类充分混合。 或刷两次,蛋黄液里分几次刷入粉类,烧下切半种蛋黄糊,不可转圈搅拌,以免出筋,蛋白中加入几滴白醋,分次加入砂糖,用打蛋器先滴醋后高速搅打,直直硬性发泡能力住筷子,取三分之一蛋白霜加入蛋黄糊中,上下且半圈匀,把半匀的蛋糕糊倒入剩下的三分之二蛋白霜中,半匀,蛋糕糊倒入至杯, 放入熨热150度的烤箱,中层35分钟左右,做的不是很好,可能温度不对,表面有裂痕,烹饪技巧,清水蛋糕因为放入酱多的油盒蛋,所以口感非常细腻,入口即化,因为里面加入绿茶粉,所以油热绿茶的清香,不会腻的,而且这款蛋糕夏天吃了绝不会上火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